韓國瑜去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其實行程滿緊湊的 24號的時候 跟大馬糧食商會 簽下了一億元MOU 25號見證了V8超級房車賽事的簽約 準備引進高雄 又跟馬來西亞的生鮮進口商 EURO ATLANTIC簽下 1085萬的四年長約 26號繼續到新加坡 跟連鎖超市FAIR PRICE 簽了三年的長約 深松超市也簽了採購的合約 合併這兩家的外銷金額 就超過一億 他一直在拚這些賣農產品 賣生鮮蔬果的時候 他背後卻好像被插得 跟建築物一樣 為什麼 因為國內不斷的 有各種聲浪出現 比如說25號就有齊山的膠農 抗議政府無事盤商 壟斷青椒的收購價 導致膠農血本無歸 高喊成績中 韓國瑜下台 但是讓人家覺得很奇怪的是 他們現在因為降到一斤12塊錢 他們覺得受不了 可是去年選前他們是降到一斤5塊錢 當時也沒有叫代理市長 許立民下台 也沒有叫陳立重下台 那這時候為什麼會去叫 陳立重跟韓國瑜下台 讓大家覺得好像這個 反應滿奇特的 然後26號的時候 也有網友直接爆料 就是市政府內部的公文流出 說2月19號市政會議紀錄上 韓國瑜明明是身體不舒服 然後缺席原因卻標註了公出 引發了爭議 這上面確實是寫公出沒錯 可是當天如果大家都記得的話 韓國瑜本來就已經 所有的媒體都知道 他那天早上因為巡視完 與市場之後身體不太舒服 所以要去休息幾個小時之後 才能夠繼續下一段的行程 所以當全世界都知道的時候 這個公出很顯然不是韓國瑜自己寫的 這個公文為什麼會流出來 到底是誰好像看韓國瑜不爽 就一定要把這些東西弄出來呢 實際上之前他要去大碼之前 只有四個人舉行的市政府高層會議 那裡頭的消息也全部流出來 而且讓媒體巨細迷移 知道他所有的行程 所以高雄市政府內部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內鬼存在呢 同樣的我們的友台 也弄了一個獨家消息 他說人在這韓國瑜見不到 馬國的政壇大咖低調訪問民進黨 這就是3D的獨家新聞 他意思就是說你馬來西亞高層 明明就在台灣跟民進黨開會 所以打壓根本就是 只需烏有的事情 但是有的網友就說 如果馬來西亞高層是 跑來跟民進黨開會的話 那不是證實的確實有打壓嗎 表示民進黨跟馬來西亞高層 關係很好 但是馬來西亞的某一些高層 到台灣來 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呢 跟韓國瑜的馬來西亞行 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好像也沒有邏輯上的 直接的聯繫 但是我們的國內的立法院這邊 我們的立委陳廷飛也質詢了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他問說新加坡兩個大超市 是韓市長開發的新通路嗎 怎麼突然變成某人的正攻擊了 然後陳吉仲的回答也很妙 這是本來就有的通路 去年出口新加坡農產 就有3億台幣 但問題是你這新加坡農產 到底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他們把煙酒 這些奇奇怪的東西 也全部都算在農台裡頭 而且你是把全國一整年 比上高雄去簽 簽了一次的這樣的一個合約 人家一次就簽1億 你去年一整年總共也才做3億 而且人家是生鮮蔬果直送 跟你這個是能夠相比的東西嗎 所以這個陳吉仲 是不是又再打一個迷糊仗 目的很簡單 是不是就是要去抹黑韓國瑜 新加坡兩大超市 是不是開發的新通路 這個很容易就能夠證實 你就看他去年 因為他講的是這兩個大超市 而不是說整個新加坡 整個新加坡本來就是台灣的 一個非常親密的貿易夥伴 本來就有非常大量的貿易往來 要講的是說 韓市長為了高雄的農產品 那麼去這兩大超市的系統 看起來也都是華人的系統 所以對於台灣可能 本來就有比較高度的熟悉度 甚至於可能對台灣熱鬧的政治 都有一定的參與 你像我們節目 可能在東南亞 美洲 到處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不難理解的 但是如果說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賣台風 非常的小家子氣 然後也不能夠忠心的去祝福 或看好任何一個台灣的地方首長 幫助台灣的農民也好 商人也好 去對外拓展市場 甚至於去招商 你都應該要鼓鼓掌才對 都應該樂見其成 而不是說這兩個超商 真的是韓國瑜去開發的嗎 這什麼話 這很簡單 你就拿出來說沒有 我們本來就長期 有很多台灣的廠商也好 或是農產品也好 跟這兩大超市系統有簽約 有嗎 沒有 他答非所問 他說去年新加坡的農產品 台灣出口的就有3億台幣 你根本就是必中就輕 你是說我們全台灣的農產品 不是說高雄市的農產品 而且可能不是高雄市的水果 因為這是講的是水果 而且是全年一整年 而且是全年一整年 那你何必呢 那為什麼你沒有辦法很大方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到全世界各地去 推銷台灣的產品 而要這樣子給自己人穿小鞋 這多難看 如果新加坡有很多的華文報紙 我在想如果新加坡的報紙 明天也登這個消息 或今天也登這個消息 我們真的是丟人 好丟人 台灣人去那邊賣水果 結果台灣政府在後面說 那個沒辦法了 這不是很丟人嗎 給新加坡人看笑話 不就是這樣子 所以陳其中 他何必因為韓國瑜的成功 難道他就心虛了嗎 因為他就很怕人家覺得說 龍尾回無三小路用 就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他擔心的是這個 或者是民進黨的人又覺得說 陳其中你這沒有用的話 我是不是另外其他派系 或者是有哪些民進黨 敗選的政治人物 說實在的李靖勇 應該比較適合去接這一櫃 他是農業縣退下來的縣長 是不是又有人想要陳其中的位置 所以陳其中他為了保自己的位置也好 或者是符合民進黨的人的口味 他就不敢把這個credit給韓國瑜 這不是很可悲嗎 我覺得非常的可悲 三立更可悲 這什麼新聞 什麼叫做馬來西亞高層 現在是馬哈迪有來台灣嗎 有嗎 他不用寫高到哪裡 秘密訪台 所以這就是重點了 每天都很多馬來西亞高層來台灣 如果是這種標準的話 馬哈迪有來嗎 還是說本來答應要見韓國瑜的人 跑來台灣 也不是 所以這是 這是沒有營養的一個新聞 你是廢話 你是為什麼 為了幫民進黨說相 這跟韓國瑜在馬來西亞 有沒有見到馬來西亞的政要 或他原本想要見到的政治人物 這根本是拔竿子打不到一塊的事情 因為馬來西亞高層會一大掛 所以是怎麼樣 所以民進黨正在台灣 會見馬來西亞的高層 拜託馬來西亞高層 要熱烈招待韓國瑜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說所以我們民進黨 沒有打壓韓國瑜 不然一天到晚 很多馬來西亞高層來 他搞不好也沒有見 不只見了民進黨 搞不好也見了我們江啟臣委員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點頭 你會知道馬來西亞高層 有轉來見你嗎 對 我們有去見他 對 你看 這是很容易知道的事情 到底多高層 在馬來西亞見他 所以你不是說 民進黨或者這些綠媒 是幹什麼 就是你就是只是讓人家 更瞧不起你而已 選書沒有關係 但是不能夠選到這麼的沒志氣 然後你還在中央執政 你也看有一個執政的基本的風度 跟氣度跟格局 我覺得至於你說 韓國瑜在外面 這樣拚到流汗 是不是有一個人 要把他拚到流汗 你說這個網友 第一個我要講 我覺得的確 我長期在 不管是在政府部門 黨部 或者是重要政治人物旁邊 我都有一個心得 就是說 天下的確是沒有秘密 尤其是現在的媒體是無孔不入 所以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媒體真的很厲害 所以剛剛不是有講嗎 很核心的會議才四個人 我跟你講 有時候不在會議的人 他也講得好像他在會議裡面一樣 媒體也爆得跟真的一樣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很難講 有些是因為身邊的人 他不一定是反韓國瑜的 但有的人就覺得說 我可以跟媒體爆料 或媒體一天到晚想來跟我講 問我獨家消息 很有重要感這樣 很多人就以此為樂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各黨都有這種 以此為樂的幕僚們 也有可能是 旁邊的人捕風捉影 然後可能聽了兩三成的東西 就跑去跟媒體講了七八成 也不無可能 或像剛剛講的 傳統的事務官 他可能覺得韓國瑜不以為然 他是比較親綠的 就故意把韓國瑜的東西 洩漏下去 我覺得各種可能都有 但是就是說 考驗現在的政治人物 就是要因應這種的 台灣現在特殊的 一個新的環境 至於你說這個公出 的確這公文是怎麼出去的 不過網友我就講 沒料得這麼多 我們會覺得說 他這邊應該是寫請病假 或者是說嚴格說起來 應該是這樣 他說他明明就是生病 你還寫公出 對 你還寫公出 偽造文書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韓國瑜騙人 韓國瑜沒騙人 他當天就公告 他想要騙這個架 意思應該是這樣 他當時就公告全台灣人 就說抱歉 我行程全部取消 因為韓國瑜沒有辦法騙人 他一天24小時 媒體都跟著他 網路都跟著他 他也騙不了人 可能就是這個承辦人員 就直接順手 就這樣子處理了 就被人家拿出來爆料 我覺得這種事情 以後也會層出不窮 所以其實我覺得韓國瑜 就是大家也就笑笑就好了 他的努力 大家都看在眼裡頭 大部分的人還是很支持他 很鼓勵他的 也不是只有藍營的人而已 因為我覺得你只要是 認真的在做事情 不要說他有成果了 哪怕成果不明顯 我覺得台灣的民眾 或我們的選民 都會覺得說很感興 人家做得很疼 很辛苦 不能再這樣黑白亂騙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你今天綠營的這種 雞蛋裡挑骨頭 會讓人家覺得 你就讓我們做看看 人家才做了兩個月 你就這樣 人家也會覺得說 你這個好像那個婆婆 以前的惡婆婆 對於那種新進門的媳婦 百般挑剔 大家一定同情新進門的媳婦 因為新進門的媳婦 通常年輕又漂亮